要繁尼 我們九星也有 九星也有浮尼 也有繁尼 立暗就弱了 立暗像這個都是弱的 很少看到 全部功位都可以用 好 那他本身的功位是不是在對 他本身屬金喔 所以我們要佈局的功位是怎樣 最後要佈局的功位就是讓他來生我 或是彼合我的功位 但是口氣 胃口不用太大 不用那麼多功位都可以佈 他是真的很多功位都可以佈 因為他最後等於是相生 你看喔 木 佛 土 金 木 佛 土 金都相生 幾乎全部功位都可以佈 那不用多擔心 或者不用那麼擔心 最多是三個功位 最多是佈三個功位 所以他這個盤 本功一定要佈 第一個本功一定是佈 那一般我不建議 昆功和降功一起佈喔 只佈一個功位就好 因為昆功雖然是彼合 可是他也有衝的意向在喔 因為他是隱身衝 醜會衝 記住嗎 所以建議佈一個功位就好 如果要佈就佈一個功位就好 所以你這個就前對 你真的對功 還有前功 前功是誤 前功是誤 所以你就誤對功前功 接著你再去考慮 是要昆功或是更功 找其中之力 找其中之力都可以 昆功或更功 找其中之力都可以 所以最多三個功位就好 不用不弄多 因為昆功是我們的編才 但是更功 假設如果是正才而已 那我們當然就不變才嘛 但是他還有一個長生 長生就是加強我的能量提升 長生就是讓我能量提升 所以你自己去考慮 看要佈局 但是支付工業也蠻重要的 一個盤就是紫斑拉伏 都很重要 所以其實你佈局 你真的可以佈局我們更功 更功你佈局 這個其實是衝開的 把他的錄幕 空網都隨時再拖劃及 那隨時再去念心經 也都加強我們的正能量 這個念心經就來死我嘛 所以你真的可以佈局這三個功位 那折日 折日就是 你要折對於我用神功有利的功位 也就是說我在前對一定的對功 假設我自己的功位可以佈 那我就用對功的時間就好了 因為用我自己本功的時間 用我自己本功的時間 自己本功的時間就有時 有時 那他任你黏命的 任你黏命的還好啦 還好 而且他喜歡金水 像金水也像 但是他這個太旺了 這個叫2分 這個叫1分 這個叫1分 已經4分了 4分的 4分的就是比較麻煩 4分的就是你去衝他 本來 本來衝他是 已經加分 但是 因為4分就太旺了 你去衝他 他叫怎樣 衝旺 他可能又會回課 所以反正你在生有病的時候要稍微小心 3分是OK喔 3分你去衝肯定機遇不錯 但是4分就太旺了 這樣4分就不會算了 沒有問題嘛 血後發生應該都OK 因為一定 4分是最強的 其他是不是1分 1分就4分 天干也是 天干如果4分的話 也是回課也是 麻煩都會出現 所以這個如果是3分 你昨生有病肯定是很好的 人家人肯定就是喜歡親手 所以得財 或是獲利是以為是 但是怕會出現一些 大狀況或小狀況 銀毛 銀毛這些 好 那我們現在你可以去擇日 擇日使 你是秉丁 秉丁朱姬位 也是你的貴人方 所以 剛好是你的貴人方 所以應該 大事化小小事化 因為剛好有 是你的貴人 所以你會遇難成小 我們講的遇難成小 第一個他是你的用神 金是你的用神 那剛好又是你的貴人 你丁朱姬位 剛好又是你的貴人 所以這個衝浪的力量 很多僅僅 應該有貴人幫助 而且又是你的用神 假設真的沒有失溫 他是傷溫 這個來衝 這個力量是很大很強的 也就是說 那個運會很強 很好運 但是因為失溫就有衝浪回課 那個叫 那個叫 忘 忘記而衰 那個會有這種現象 但是你是 你是剛好是貴人方 所以他是會大事化小小事化的 所以你可以用有日有時 然後去做 布局 直接去做布局 不用 用特點 是用什麼 有日 毛時 毛 有時 像我最近 在寫 剛好寫到這邊 寫到金人真假責任的 責任的 但是學禮要告訴你 但是最後我會 我最後PS會讓你講說 這個是學禮 還是要根據你自己的 一些狀況 實際狀況 能夠做擇日的選擇 不一定要照這個學禮 有什麼 非沖幾點 你都選那個 有日毛時 毛路有時 那個叫 有時候也比較沒那麼適合 但是學禮都會告訴他們 那怎麼去使用 你要教錢來學習 所以書本好像不要寫那麼清楚 不是啊 其實我的書本都寫得很清楚 看就看就懂 因為我都有助記 都有助記 所以這個盤就可以去布局 看你怎麼選擇 但是如果我的話 我會選擇更功 那也行功動起來 應該講 更功 還有我的 我的對功 還有我的前功 這三個功位 然後有日有時 你就不用很急的去布局 因為有日有時 十二天一定會經過一次 慢慢去找 然後再慢慢去做布局 那布局 應該求財 求財就是 布局跟財比較有關的東西 跟財比較有關的東西 我們大象有沒有一種叫做什麼 不用沒有 你這根 你這根蛇 蛇就是小蛇化了 你這邊就是布局 有根蛇精筒就好啦 這邊還有 還有葵在這邊 一個水晶龍 然後天內心就是怎樣 黃水晶 天內心就是黃水晶 那這一個功位布龍也很好喔 應該剛好就聰木喔 還記得嗎 陳虛聰 那物跟乙都是龍的符號 物跟乙都是龍的符號 但是要加一顆白水晶柱 你如果只要布局好的功位 當然也可以啦 但是你如果覺得不錯 我可以多布一個功位 那你就再布上去 你的更功 更功新家籍就是水晶 你可以布局一顆白色的水晶 然後一顆黑曜石 因為黑曜石一定要的 因為那個是財星 那這個白虎 五星加雞 白色的水晶 因為雞是顆粒 雞是水晶 白色的水晶 所以一顆白色的水晶跟一顆黑曜石 黑曜石 比較麻煩的是這邊可以再多方隻馬 是真的喔 因為馬讓它動了快一點 我們的功位 馬星已經在四里位 因為隱身是在 但是除了一個功位不能布馬之外 長期的 長期的除了一個功位 也就是前功布馬 因為它有 井門的符號 因為它有井門的符號 在這邊喔 因為井門的地字是不是十五 是五嘛 所以你布馬 短暫的都OK喔 比如說你是短暫要吹什麼事情 吹動什麼事情 比如簽約 這個都可以 先放OK 打指便讓我再拆掉 或是簽不成了 唉 拆掉 一定是這樣啦 但是你是中生牌是放永久的喔 很久的喔 所以就是不要放馬在前功 因為有的不曉得 為了讓它動得快一點 要脆發 所以馬星就放在前功 這個是不可以的喔 其他三個功位是可以 坤功 更功 蓄功都可以 就是只有這個功位 不適合 不適合 好 最後我們是不是談到幻局 為什麼 用中生牌會談到幻局 有些人是 這七個都找不到的喔 我好像第一次看到七個都找不到 而且都還可以佈局的喔 都找得到起來 都可以佈局 因為剛剛 木、火、土、金 剛好全部相生 你附上去就要全部相生 好 那 有些人是真的都找不到 全部找不到 或是 他是找到一個 可是相對的是找到 這些長生入味 帝王 這個其實都弱了 這個也不是說什麼財位 這個其實是加強你的能量而已 那叫什麼財位 我們基督頓甲深門部 才是真正的財位 偏財正財是 第二財位 也就是說 第二套系統 就像我們基督頓甲 用日乾跟死乾空間 來作用誰 有沒有 當日乾跟死乾找到的時候 我們會用第二套系統 就是八字系統 類似八字系統 譬如 譬如說 好 這個譬如是林老師 那林老師 假設這個是當下誤舊的盤喔 我們現在假設這個是當下誤舊的盤 譬如是林老師 那任 任就是他的什麼 媽媽 任就是他的媽媽 沒有你喔 好 好 那 林老師媽媽問完 要問 阿嬤 哇 連根工最大的都問阿嬤 這個是要怎麼辦 就是第二套系統 第二套系統 八字系統 所以要找什麼 找媽媽的媽媽要找誰 正印 所以正式 媽媽跟你同工 沒有你喔 所以要找正印 天生水 心 這個就是阿嬤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個就是 第二套八字系統 第二套八字系統 好 假設 那起心動念 林老師你起心動念 就問阿嬤 那任就是阿嬤 懂喔 這樣了解喔 所以 誰先問誰先做 就是我基本正講 但是都可以活用啦 是 最後我都強調 我們藝人盤最好是 找一個人來用就好 用在一個人就好 比如說你是問媽媽 媽媽的事情 全部都跟我們都代表他 去用就好 你不要 你不要這個媽媽 問完了 十三公年用完了 你現在又要弄另外一個角色 那就比較麻煩 好 那 當然有學生問說 那老師那怎麼辦 我要 我要重新開盤嗎 可是重新開盤 時間不一樣 那怎麼辦 你叫他報數 還記得嗎 我們跟吃點談過 來 林老師報過數 三五 三 一到九十九就好 我沒有那麼會算 一到九十九 包給你煮數字 三五 三十五 所以三十五 十二 是不是於十一 十二是不是二十四 是不是於十一 十一是什麼死 直求以卯成 是五位生有虛 虛 虛死 你就開當天的虛死 這樣了解嗎 十一是害死 十一怎麼會是害 整足才是害 整足才是害 這樣懂喔 有沒有問題 江老師你報一個 現在這個盤用完了 你現在臨時要問別的 你報一個數字 一到九三九 十八 十八 那十八除以十二十六 你就開個四十的 直走林網城 四個四十 幾十 這樣了解喔 早上九點到十一點的盤 這樣有沒有問題 就用今天的而已喔 你不要再用到今天 就今天 這個就用共振 你只要看八個數 你就開當下的盤就可以了 當然你也可以開課盤 只是我都習慣可以用死盤 那今天馬來西亞學生也問 老師 我比較喜歡用 用課盤 有些 有些學生蠻有趣的 有些學生蠻有趣的 我想這位老師 你看 老師早安 請問我如果比較喜歡開課盤 一起開課盤 應該沒有問題是嗎 然後我就跟他解釋 盡量用石盤 年不如月 月不如日 日不如死 跟折路其實一樣 石盤的感應力是最強的 沒錯 不是說不能開課盤 課盤等於四肝不完整 沒有看到連肝 當然月肝會變成連肝 但是我就不建議這樣 除非 除非你現在石盤用完了 當下人家別人用問題 是真的可以開課盤 那不要 以課盤為用 你看這個學生就是說 老師我喜歡開課盤 不要開石盤 所以每個人的想法都好 但是我建議就是 今天就是不要 今天就是不要 你要用石盤用習慣 要不然你還可以開到分盤 還可以開到更細 然後去就不用 不用 好那這個時候 忍中 忠稱盤還有沒有 還有沒有老師要的 沒有我們就是 優盤給的 江老師要不要用一個 你給我 你給我 我們再一次 196 1960 1960 12 你怎麼看起來都比我還人輕 1960 12 13 12 13 虛實 12 13 虛實 這個身中有沒有很領 有女孩喔 對吧 根子 木子 可以 木子 你还很辛苦 一面 这好像比较好的 下面就是四分 你看你下面也是四分 有没有 这个是三分分 这个是二分 你用神也算是有利 像我们天宝老师 你这个叫 你这个叫用客计 你叫用客计 用客计什么意思 听不懂 反正不要让计神来克用神 就对了 名字叫用神克计神 用神克计神 那这有两种含义 如果 计神生用神 这个叫做 太平世界 在太平世界 在太平世界 比如说他是 还可能含鸡汤匙长大的 或是他一生比较没有 没有很大的拖着拖动 这个叫 就是要计神 来生用神 那你现在是用神去克计神 所以 所以 虽然是不错很好 但是 你的前途是在 波浪之中 跟波浪之中 带来的 但反正就还不错 如果我左翼的话 因为我没有牌 你没有左翼 你这个是 你这个是 中和 但是偏强 中和偏强 你这个盘 中和上偏强 所以你活土也有利 活土也有利 这个金绝对 这个金绝对不能用 因为土生金 是到这边 而且你火 因为有一个火附在这边 所以你这个盘最怕什么 最怕这个 你可以去试试看 看这个病 最怕这个 刚好 刚好 林老师的洗用神 认诚 最怕这个 你刚好最怕这个 如果说认诚的话 最差 好 那现在同样模仿 我们再带回来 第一个我们要看身份 江老师你看 你自己的身份能不能用 在训统可不可以用 你把身份收可以吗 不能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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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第一个身份不能用 接着我们看物 物在哪边 物在移工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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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在移工能不能用很重要 物在移工能不能用很重要 因为你可以用神工在更工 物如果可以用的话 它就在生活了 但是物能用吗 好像不行 你也可以用火生 就是叫妈寶 足够水 我要可能不能用 好不行 那接着就是要找偏才 好 偏才 那